Ella 你呢 我也要主持自己的喪禮嗎 我會哭耶 不行啦 事先錄的 我剛剛看你這樣 我都快哭了 我好好的 不是啦 因為你真的要在那邊 跟你至親的人道別的時候 你真的會崩潰耶 不要… 我快哭了 算了… 沒事… 好 那你來主持一個 好 你告別 影視圈 風邁 對 風邁 我的… 來 黃子嬌主持 你當二姐 不行啦 我會哭啦 很多人會哭耶 很多人會哭 粉絲會哭 對 你就讓他們哭 因為他們必須練習哭啊 其實我覺得挺好 文健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可能可以再主持金馬獎 但是像這些場面還不一定碰得到 對吧 所以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那大家熟悉的Ela在演藝圈十多年 帶給我們無數的歡樂跟回憶 但今天她非常的 戰戰兢兢 誠惠誠恐 來 舞台交給Ela 好 謝謝這些年來 所有給我幫助過的朋友 我們先給Ela一點掌聲 先謝謝她過去帶給我們所有美麗的集體回憶 加油加油 好 我覺得 真的會讓我想到少年拍的奇幻旅程 人生就是不停的放下放下再放下 但有時候最難的就是好好的道別 可是我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我有這個機會 好好的跟大家說聲再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好 然後也謝謝大家給我的愛 不管我留在你們心中的是什麼 可是對於我而言 我此生無憾了 謝謝 她真的要哽咽了啦 你看看 把這個論壇 真的 來布丁 換你啊 她真的哭 而且你知道現在是段章 她真的哭 我很認真啦 現在這個年代是段章曲藝年代 你信不信一個小時後 土豆王就看得到這一段 然後標題檔又出現了 Ela 宣布隱退 黃子嬌宣布她 黃子嬌主持自己葬禮 這個沒有人會點 沒有人信 黃子嬌宣布她死了 黃子嬌自己宣布她走了 奇怪 好吧 你們覺得今天 是不是讓你們又哭又笑 然後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在哭哭笑笑中 我們悟出了一些道理 好好疼愛自己身邊的人 我們給這兩位 給我們一切歡樂的人 最高的掌聲 好嗎 謝謝